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送你回去 再打车过去和他们会和好了 今夏刚要答应 却见店里走出来另一群人 走在中间的正是向佑 白天还在戏里生离死别的伴侣 此时在烟火缭绕的火锅店里中狱 画面感到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味道 这么巧 向佑也看到了他们 你们这是吃完了还是刚来 我们刚吃完准备走 今夏礼貌答道 他们还要去酒吧接 我是嗨不动了 准备回酒店 今夏姐 那我去把车子开过来 阿恒和他打了声招呼 先去开车 向佑那边也只剩下一个助理还跟着 两人都站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等车子过来 我看了你发在微博上的人物小传 写得真的很用心 向佑特意带起话题 之前那个热门话题我也注意到了 嗯 或许我应该说一声抱歉 这也和你无关啊 向佑个子很高 今夏需要微微扬起头才能和他对视 网络平台向来正负面声音并存 不需要太放在心上 女孩子像你这么通透的可并不多见 向佑同志 你这样说话可是会得罪很多女同志哦 今夏俏皮地接了一句戏里的台词 阳城夜晚的舒淡星光落在他含笑的眼眸里 那细碎的光影让向佑顿了一瞬间 才同样笑起来 同样用台词回道 是我失言 还请今夏同志代为保密 阿恒开着车停到门前 向佑极为绅士地上前帮他开了下车门 今夏到了谢才关上门 进入到感觉舒适的独立空间 今夏才完全放松下来 从包里翻出手机给路易发了条消息 你最近陆哥怎么样啊 路易可能是没有再忙 直接回了电话过来 声音里透着几分淡淡的慵懒 杀青了 嗯 小夕他们去酒吧接嗨了 我回酒店睡觉 最近有什么额外的工作安排吗 我目前知道的就是下个月进组 前几天有说起过 可能有两个广告视频 不知道小夕谈下的是什么时候 怎么了 我忙完这两天暂时没有其他事 路易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在电话里说错下需要换男一号的事 你要不看看工作安排 我们凑个时间出国去休息几天 国外毕竟人少 他们也不需要太过避忌 今夏听他这么提议还是有些心动 只还是有些迟疑 可是我这两天也没留意最近的行程 不知道可不可以挨挨 他向来是有些懒于记得这些是的 除了负责拍板接哪部戏哪个代言之外 其他的时间安排来回所事 基本都是上官吸在打理 他只要听从安排就好 那你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和上官合完行程再告诉我 嗯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微微翘起了唇角 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出去旅行了 这两年他几乎是不间断的禁足 在唯恐被人发现端倪的地方 今夏恨不得离他八尺远 想来也只有远离国土的爱琴海小岛 才能让他惬意放松一些 怎么突然想要出国了 之前还没听他提起过 只是现在突然这样说来 他也好像有些期待可以出去放松几天 毕竟马上又要禁足 各自忙于拍戏之后 也很难再常常见到 唇后低沉的声音从通话线路那头传过来 没什么 只是想你了 想和你好好的什么都不用想的待几天 上官西第二天一大早 被惊吓从床上挖起来 要他报告接下来 直到进组之前的行程安排 起初还以为他是吃错什么药了 问了才知道是这位原老板想要和老公出国休息 呵呵 我有时候真挺同情敬业福的 上官西任命地打开电脑里记录的行程表 我都已经这么惨了 敬业福每天要面对那个 时不时想要给老婆制造惊喜的男人 肯定更辛苦 他哪有时不时想要给我制造惊喜 今夏莫名觉得这句话说得一点比气都没有 哦好 上回在海南录完节目 连夜飞北城的不是他们家录老板 再上回在魔都直播完 还要连夜赶回锦阳的不是你老公 上官西直言不讳的吐槽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被用公关稿 特别置顶 预备随时拿出来用的是哪条吗 今夏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些反射糊漫长 哪条 你俩的官宣啊 还有哪条 为自己老板的呆萌默默叹气 上官西把标注出颜色的行程表推到他面前 你月底要去成都参加一个品牌活动 下个月6号有杂志要拍 错下那边目前通知的禁组时间是10号在阳城 那也就是说我有十来天的休息时间 今夏顿时就觉得自己的出国旅行有希望了 嗯没错 上官西低头看着手机随意点头道 但他又突然脸色微变 不过你在出国之前恐怕要先解决一下麻烦 啊 什么麻烦 手机被推到他面前 文语榜上挂着一条刚刚呈现上升趋势的词条警号向右 和袁金夏的告别充满了悲壮感 彼此相爱却因为坚守信仰而不得不生离死别的场景 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毕业美学的极致 而拍摄于昨晚火锅店门口两人在月下相望的一组照片 则被誉为前世今生什么的动起来了 已经有人给他俩取好了CP名 情有可原 金夏目瞪口呆地看着微博上写的那些默默对视 眸光流转 仿佛有未尽的万语千言 半天都没把嘴合上 现在的网友都这么会写小作文吗 上官西朝他的手机抬抬下巴 不如你先想想怎么和你家那位陆先生解释 毕竟那位才是正牌的 说完还头疼地叹了口气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两个就不能让我们消停一会儿吗 他哪会信网上这些看图说话啊 说归说 今夏还是打开了微信界面 看着他们俩的对话和停留在昨晚的睡前晚安上 你看他什么都没说 你要看看敬业服给我发什么了吗 手机在他面前一晃和层服的对话 界面上有一六排的语音和文字方阵 上官西随便点开一条 就听见敬业服 不知道躲在厕所 还是什么空间里发来的语音 上官你跑哪去了 赶紧看看微博上那是什么玩意 陆哥已经一早上没说话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啊 刚才小棠开车 一时找不到方向 就问了一句 向左还是向右 陆哥让他问天 今下听见那句问天不知怎么的 就能脑补陆一 本着脸冷哼的模样 没忍住就笑了出来 然后在上官西瞪过来的眼神里 收敛了些 这种小事你不用问我怎么解决的 毕竟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就解释一下 我们只是吃完饭 偶遇就好了 这里还说你俩昨天 前后缴回来的 上官西刷了几条微博 更震惊了 我没留意啊 不过剧组本来就住同一个酒店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问题是向右本来不住这样 今下之前是真没关心过 这种短期搭档的住宿状况 挠了挠耳后 那你要不问向右那边 他拿着手机站起来 我还是去给陆毅打个电话吧 陆毅接电话时 正在看层服发给他的向右 所在公司发的澄清 听见他有些试探的问话 也不急不缓地开口 怎么 想好怎么和我编了 想好 他刚说了半句就觉得不对 什么叫和你编啊 我们就是吃完饭 遇到在门口说了两句话 嗯 只是说了两句话 他也自视了解 小姑娘纯净坦荡 从来也不对人存着什么心思 只是想起旁人不知情的那些评价 就觉得胸中醋一番疼 我理解的 而且 你们刚杀青遇到了聊几句 也是人之常情 就是嘛 今下话未说完 就听见他慢悠悠补了一句 情有可原嘛 我来说完了 你把我这样子 转发了 injust